大家好,我是Brian B 今天不是Carol全力贊助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關於我們平時煮東西在廚房用的工具 相信很多朋友都很喜歡剁薑蓉 或者是蔥蓉、蒜蓉等等 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買過我面前這三個工具 來剁薑蓉、蒜蓉、蔥蓉 好了,市面上是拉的、轉的、手轉的 或者是電動的,一按下去 相信很多朋友這三個工具 其中一樣你們都買過 在這裡想和大家分享 這三個工具我買過 用來用是非常非常不耐用的 首先我們要介紹的就是這個拉的 這個拉的,說真的 如果你放太多蔥蓉、薑蓉的分量 這個是拉不動的 甚至乎我已經買了另一個 甚至乎有時你拉一下 這條繩子會斷 所以這個我就不建議大家去買了 好,那第二樣呢 就是相信這個就是次組 這個相信大家都用了很多年了 這個就是之前有個瓶子的 插一個洞子 可以慢慢轉 我覺得不夠power 所以我把這個瓶子還弄了 就把瓶子弄了 所以我把瓶子弄了 所以我把瓶子弄了 不需要用手轉 但是也想跟大家說 就是當你放多東西來轉的時候 有時候那些瓶子都會滑瓶子 所以有時候會 非常吃力和辛苦 這件事 我覺得 我用了很多年 但是很吃力 而且它的份量不多 所以我就 嘴巴放開一下 然後最新最新最新的 我上半年買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現在 除了煮肉骨茶 也有煮海南雞飯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電動的 就是割碎機 這個電動的割碎機 起初我就覺得 這個非常好用 因為這個是rechargeable 這個是充電的割碎機 還有割肉也可以 割什麼都可以 但是割肉 我就見仁見智了 我有試過拿去割肉 但是割一割 要停很多次了 然後又要拔一下拔一下 即是割到一半停了 然後又要拆出來拔一下拔一下 然後就用了差不多三個月 其實不是三個月 半年了 半年 其實很少用的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割蒜蓉 割蔥蓉 割或者薑蓉 是挺方便的 但是 都是讓我覺得 不太好用 現在終於壞了 因為為什麼呢 不知道什麼事 有一天我割的客人停下了 我還打算不夠電 充電了 那就用了 現在是有燈的 但是還是割不到東西 壞了 好 好 這三樣東西 共通點就是什麼 他們下面的舊東西 都是塑膠 即是BRA STICK 好 這三樣東西 他們共通點 這三樣東西都是BRA STICK BRA STICK 用久了 大家都應該知道 BRA STICK 就會有一個 不知道是讓薑蓉、蔥蓉 或者蒜蓉 不知為何是這樣的 那些顏色都啞了 洗不乾淨的 試過用梳打粉 千萬不要用漂白水 搓搓搓搓搓搓搓 你都啞了 這顏色很噁心 這個也是 對 啞了 這顏色 看到嗎 這個不搭 這個也是啞了 所以這三樣東西 我覺得 買了回來 之前用過 打算很好用 但是 最後這三樣東西 都讓我覺得 是時候淘汰的了 我就經過一些廚師的朋友介紹 其實 有一個品牌 它現在 它其實不太貴 一百元也不用 但是那天我走A.ON 它剛好有 促銷活動 那 本來我是95元 現在它的促銷活動 就賣 75元 就是 KIN的牌子 這個型號是 FBC-900 FBC-900 大家看不看到它的價錢 95元 聽到嗎 A.ON的貼物 就是這個 折了之後 就是75元 所以 我就把心一橫 不理 三七二十一二十八 我就趕快去付錢 那 它為什麼會 好用呢 因為我看到很多牌子 它們的 我之前還沒跟你說 它這個罐 是塑膠的 有很多牌子 其實 P字頭 T字頭 或者P字頭 那些牌子 它們都是塑膠的 讓我看到這個 這個KIN的牌子 它是玻璃的 哇 大家聽不聽到 是玻璃的 玻璃 其實你由 怎樣拿去 怎樣拿去 都好 它都是會 你用一些鐵絲網去揉 一定會沒有的 所以 我就買了這個KIN的 這個割水機 玻璃是非常之好用的 但是 想跟大家說 我就現在 不會示範給大家看 我就是想 和你們說 我有個廚師朋友 它溶到非常之好用 玻璃還有 它的份量 是非常之多的 還有一個 它很融心的設計 就是下面 它會放一層的塑膠 圍著它 所以變相 你轉的時候 你就算 按下去 你轉的時候 它不會走來走去 所以 我就 我覺得這個 非常之實用 在這裡 就 我沒有收任何的 廣告費 為這個KIN的廣告 其實 大家看我的視頻 我無非都是想 介紹一些 很正實用 我自己有用過很多次 又或者見到朋友 用得非常之好 我才會介紹的 所以希望所有的朋友 經過我今天這個介紹 趁這個速消未過期 之前就趁這個速消未過期 就趁這個速消未過期 這個東西 這個是割水機 割肉也可以 蒜蓉什麼都可以 它 我看過我朋友用 是非常之安全 和食用的 因為為什麼 它還有一個蓋 就在這裡 所以總之 總之 你的手是不會碰到它 它就是 總之你裝了那個東西 裝了那個東西之後 總之你蓋著 蓋著 然後你蓋上去 按一下 按一下就開割水了 這個是玻璃的 所以就 不過玻璃有一個 缺點 就是什麼呢 千萬不要掉落地下 如果不是一碎了之後 就公器發出來了 那麼 那麼 好 好的 就是 我在自己的廚房 是沒有跌難過一件事的 好了 這裡介紹了 到此為止了 希望我這個分享 可以幫助到你們 所以這些東西 就不需要再賣了 我想和大家說 這個電動的割碎機 35元 這個呢 我之前是第一幫的 買10元 這個呢 我也是買10元 這個拉的 10元 10元 35元 都55元 不如你現在加多20元 即75元 買這個 玻璃的 的 這個 割碎機 就是割肉機 或者是 這個 薑蓉機 等等 希望這個分享 可以幫助到大家 這個十分鐘 希望你們不要嫌我煩 很多時候我們說話 都會重複又重複 因為這個 真的很好用 好的 謝謝 看完我這個影片 麻煩可以去到我這個 Youtube那裡 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 like我的影片 然後share我的影片 希望幫到你們 謝謝 拜拜 幫我 訂閱我的影片 聽到 會不會 進去 打開 好 感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